眼下由彭于燕、王燕林等人主演的电影《紧急救援》正在热映 累计票房已经超过了4.3亿 片中彭于燕扮演的海上应急反映特勤队队长 不惧安危舍命救人的戏份感动了不少观众 在接受我们读家专访时 彭于燕除了分享学习潜水技巧的幕后故事之外 还聊起了她对于生活的新感悟 知乎上面有一个词条 就是说彭于燕是个形容词 你知道这个吗 就是彭于燕已经不是一个名词了 它是一个形容词 就是说你这个人好彭于燕 就是说你这个人真的是非常的勤奋励志 昨天 昨天练那个单杠一次破三个银 破到流血 第一天我就快吐了 我想说哇 怎么可能这么累 就每天训练四到五个小时 训练一个拳手在一个回合五分钟里面 你怎么对方给击倒 不休息的这样一直传一直传 他就变成冲 那是因为我刚好拍那些戏 就是说我多了一点时间 人家几个礼拜就做得很好 我觉得不够 我只要怕我演得不好 我可能就几个月 把自己的状态更像 我倒觉得蛮好的 因为免费的嘛 我明明有免费的 就又赚 演戏又重大学 学到演技 又跟好的导演相处 你学到什么东西 人家还请你去学东西 那你当然要把握这机会 而且比如学到都是我自己的 这个看问题的角度确实很好 对啊 你这样想就可以了 而且我其实常常跟我的朋友讲 反正说我都可以练你也可以练 其实就是你愿不愿意 就是说花这个时间去 这个手头冒绿的那种感觉 对所以你也可以很横于燕 可以可以可以 那练了这么多的技能之后 那这一次演这样的这个救援队员 其实我发现这次的角色 跟平常有一些不同 平救援就是一个 非常特别的一个任务 对我来讲 因为他不单只是一个角色 人家解锁很多技能之外 因为他是个真实的职业 高队 赶紧过不去接你了 你们先别过来 我想办法 拿到潜水之后跟自由潜水 就是有气瓶跟没气瓶 因为大部分 我们救援可能没有办法带那么多气瓶 只能带个备用气瓶 所以我们要一口气 你要能够憋多少 所以那时候我肯定开始 只能憋40秒 因为我已经游泳队 觉得我还可以 这40秒已经很 我也是不错 很可以了 说不行 就自由潜水就练练练 后来我就快三分钟可以 三分钟 从40秒到三分钟 对 只是可以训练 所以我们透过两个礼拜的训练 最后考试的时候 接近三分钟 那我就觉得其实不容易 其实是可以训练 有人好像还可以五分钟 在紧急救援中 彭于燕还有一个身份 他是一个五岁儿童的单亲爸爸 突然导演说叫我演个爸爸 说 哈 我今天要演到爸爸 我想说我已经做到这么久了吗 导演说你该尝试一下不同的吧 那其实也对了 我这个年纪要就是说要有一个这样大的孩子是绝对可能的嘛 就可能你的同学要什么的很多 也有这样的生活啊 我觉得只是说自己还不愿意面对吧 其实自己已经到一定年纪了 跟孩子演戏我觉得很有意思 所以我们在拍戏前一个月我就已经认识他了 跟他就有一个 我们共同一个养一条狗 所以我们常常一起训练狗 所以戏里面那条狗其实我们是很熟的 我们每天天跟他一起玩小狗 然后跟他很忙 然后他 其实他爸爸比我还小 好像是这样 反而当我们在拍动作这些危险的场面的时候 就会想说 如果真的有一个孩子的时候 连我拍戏我都觉得这场有点危险 我会想说万一 我想后拍出 万一发生什么 我的母亲怎么办 我妈怎么办 那场我有小孩怎么办 第一天上学 加油 你要回来哟 主演紧急救援的经历 让彭于燕体会到高危职业人群 与家人之间相处的珍贵 而在2020这个特殊年份 他也更加珍惜和家人在一起的时间 这一年半年的时间 我自己就也是算是放慢了脚步 没有去拍戏 也没有特别多工作都待在家 像我就跟我妈的朋友 我就去练毛笔字 因为我字其实很丑 我妈受不了 就说那你去学个毛笔字 我说好好 然后我妈练琴 然后我就听她每天练练练 七八个小时这样谈 我谈一场说 这样吧妈 我跟你一起去练 所以我一直从 现在都还是 基础在学 也许 因为这个疫情加速大家 对于时间的概念 我觉得 所以很多时候 我觉得跟家人的相处 或者说你想学东西 也许现在 有点时间可以去学 或者去 我要更努力 就常常会有这种感觉 athlet said 他在学测的艺术 但是听到